Hello大家好,我是Soo Ann 如果早拍大家有看我post的那一條韓國化妝品 即是買了5000元的那條片 放回我心裡留言 大家應該會聽過我說有一支遮瑕膏 它也挺好用的,就是LUNA那支 但它就不是一支可以走天下的遮瑕膏 下面我就收到很多觀眾的留言 以及IG很多DM問我有沒有什麼遮瑕膏推介 是一支走天下的那些 話說其實我很多年前 原來也拍過一條我的Top5遮瑕膏 然後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現在也有一個新的版本 也想分享給大家的 不是我用了很久 也是在我的化妝桌上 長期把它放在一個比較多眼位置 我每次都會收拾它來用的其中幾次 如果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了 首先就是我說到口罩 我也跟他們合作過很多很多很多次的 Make Up For Ever的HD Concealer 如果大家有聽我平常說的 其實它最好最好的就是用來遮瑕一些黑眼圈 或者是一些提亮的 我是由它這個包裝的時候 即是它舊包裝、牙膏裝的時候用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它很好用的 牙膏裝我覺得它的流動性反而更大 但它變成海綿頭之後就是方便很多 這次就絕對不是廣告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真的聽我說它的用後感 其實之前那些都是真實的 首先它是這樣的貼妝 其實它跟很多年前的NARS那些 Radiant Creamy Concealer那些 其實都是同一堆東西 也有很多隻牙膏 出了這一堆包裝 就是終極方便 而且這些因為你始終會直接用在皮膚上面 所以其實你開完之後就不要用太久 我想一年左右就要放棄它了 那我自己用得最多的顏色 是這個30號色和21號色 30號色就可能遮暗瘡或者紅印那些 但是21號色就可以用來直接遮眼袋 又或者我會兩個混合的 如果你本身有黑眼圈真的千年黑眼圈是很深色很深色 說真的這些對於你來說是不夠做的 你之前一定要加一種好像這些高狀的遮瑕膏 就是Bobbi Brown也好 很多brand都有推出的 就是一些這樣的質地的遮瑕膏 就一定要加這一種才能調整得到那個顏色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那些千年黑眼圈 所以我就不太需要用那麼強力的去調整眼底 除非好像今天這樣 我想遮得眼睛是好一點 最近都睡得不算很好 那我真的想上鏡的效果更好一點 我今天就真的有加到這個 這個是Laura Mercier的 我就這樣用這個Mail of Forever的HD Concealer 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做到一個顏底的遮瑕了 還有它的好處就是它真的很creamy 還有它做到一個提亮的效果 所以你當它好像明彩筆一樣用 可以提亮嘴角一些暗沉的位置 鼻翼兩邊 就好像在現在的天氣底下 很多人都會用防曬加遮瑕膏 加碎粉出街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但是因為它本身的反光 還有它的流動性真的做得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它用來遮瑕 暗瘡 尤其是發炎的 凸出來的暗瘡 就絕對不是說很好 還有它對於暗瘡的這些 那麼深色的東西 它的遮瑕度又不是說真的相當之夠 還有它自己本身是不會set的 就是你用完它之後 真的要加碎粉才會set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小小的缺點 說到遮暗瘡 我自己有兩個推介 首先第一個是Shue的遮瑕膏 這個是它的unlimited系列 無論它的粉底還是遮瑕膏 我都很喜歡的 特別是夏天用 它是很輕薄得來 它遮瑕度很高 特別是它的遮瑕膏 遮瑕度真的很高 而且它用完之後 遮暗瘡那些是遮得很好的 它也會自己set一點的 但它不是我今天說的東西 裡面set的最好的 就算你不說特別再加一些碎粉 其實它也可以自己固定 在那裡都黏得很緊 還有我選的這個色號 它是偏黃的色調 6號色是medium的 用來遮瑕膏就做不到提亮 但可以做到一點點調色 但用來遮暗瘡就一流了 因為它是比較黃 和比較深色一點 比起我的膚色 真的可以遮到暗瘡的印 或者暗瘡 大概都遮到八九成左右 當然如果你第一層不夠 你還可以再加第二層 大概如果你上完兩層之後 我想暗瘡你都遮得真的九九十十了 而且它的持久度也不錯 但我覺得它是用完之後 有機會有一點點氧化的 而且你也可以去檢查 拿一些 sample 或者試試在手上 看看它會不會隔一會 然後氧化得很重要 然後你才決定買不買這個 然後就是amani這個power fabric的遮瑕膏 這個跟剛才說的shue其實是很相似的 但這個它的遮瑕度會再高一點點 而且我選這個顏色是3.5號色 用來遮眼底就略為乾了一點點 但都用不到 但它用來遮一些暗瘡印 或者暗瘡都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它也是會自己設定的 而且它跟power fabric系列的一些產品一樣 它也是高遮瑕度得來很貼很貼很貼 貼到飛起 就是這件事是暫時 我覺得在手上的遮瑕膏來說 它是做得相當之出色的 它那種貼的程度也會令到 雖然高遮瑕度得來 它也很薄 而且它也很持久 而且它也是會自己設定的 我覺得它自己設定的速度 是比剛才shue的那個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不想用在一些很乾很棘紋的地方 用它可能就未必適合了 但這個 還有shue來說 我覺得shue這個稍微是厚重過amani這個少少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想用來遮一些嘴角的暗瘡 鼻翼那些 用這個就比用這個 因為這個可能需要再推薄它多一點點 然後就到最近的大大大大大大外 hourglass這一支 我是在香港的專門店買的 價錢就稍為偏貴 但我覺得它絕對值得的 首先它也是那種用完之後 自己會設定的一些遮瑕膏 所以你用在硬底 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 它是保持得住你的皮膚 而且我只會用在 就是一個人低頭 它這個位置是一個最深色的位置 它真的只需要點好一點點 就是這樣拿一支貼出來 這樣攪拌一下 一點點 就已經足夠了 而且它是無論用手 和用掃上出來 都漂亮的 就算用手推開它 都很漂亮 它那個貼服程度是相當之好 如果你沒試過 我真的求求你去counter那裡試一下 當然現在你不方便 脫口罩給人試妝 但你試上在手那裡之後 再推開 你都會感受到它那個貼服度 還有它那個 抬著你皮膚的感覺是很好的 它這個set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很安心 它全日都用得很持久 還有我手上用的這個顏色是cream 它是作為我皮膚大部分的瑕疵 用它都可以的 除非就是暗瘡印 或者暗瘡印 其實用它就未必說很好 因為它稍微比我皮膚白了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說淺色的暗瘡印 它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說那些血紅的那些就不行了 還有我最近這裡生了一粒斑 是人生第一粒這麼明顯的斑 我都想去打了它 但是例如好像這些遮瑕膏 遮這些比較淺色的斑 其實都遮到的 總結我覺得 其實它真的沒什麼缺點的 它有持久 又不是太乾 又設定得好 又保持得緊 這支真的超棒的 另外就有一支 是我之前那一陣子一直都很喜歡用的 它已經是我擁有了差不多兩年的遮瑕膏 其實它也已經有點延長了 但是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還是很想跟大家說一說 但是它是Laura Mercier 無可否認 這支真的好用 我用的是Ultra Longwear Concealer 其實我還沒扔 其實應該要扔的了 之前就選過0.5好色 即是白到穩的 在我身上 我就要用1.5好色 那為什麼我要真的拿它出來說呢 因為它是一支萬能的遮瑕膏 它是連暗瘡印、暗瘡 遮它的顏色的色調也不會太惡 然後用在眼底也可以 然後提亮 即是如果你說真的這麼多遮瑕膏 一定要我選一支是一支走天下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最一支走天下 因為它雖然不是那些會自己設定的遮瑕膏 因為自己設定的遮瑕膏有一個壞處 就是有時候如果你那天的眼底很乾 或者你比較多一些油脂粒那些人 其實它就有機會會容易結束的 其實Hourglass這個也不會的 它還會有些撫平到眼底的紋路 但這個呢 因為它的水潤性是很高的 還有它的遮瑕度是會高過Make Up For Ever少少少 也都低過剛才Shield那些 沒有那麼稠 就是它的流動性是好一點 還有它這個Tip呢 其實都真的 我覺得它不知道為什麼做得薄少少 所以它拿的產品又不會太多 還有它本身的產品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真的很好 好像大家一些很喜歡的水潤的粉底液 但是它的遮瑕度又調得比粉底高一點 所以它適合做遮瑕膏 主要是很喜歡它這個色調 因為真的很難有一支遮瑕膏的顏色 可以同時給我用來又遮到黑眼圈 又可以提亮臉一些地方 暗層的地方 亦都可以遮到一些暗瘡又或者暗瘡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但是這個1.5W這個顏色 在我身上就做到這件事了 最後最後要說的就是 其實已經過了期 但我還沒等也都不捨得等的 IPSA的這個遮瑕盤 我自己以前小時候 其實未必說真的很喜歡用它 但你看到我都用到這樣的情況 就知道其實我真的很頻繁地用它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首先它有三個顏色 都適合大部分女生 或者不同膚色的女生去用 而特別特別就是 它中間這個三文魚色 其實用來做一個眼底的調色 是相當之好的 另外就是它下面這個偏白的顏色 然後用它這支Tip去提亮眼底 都是很棒的 另外你如果比較有暗瘡的地方 比較需要深色的遮瑕 就可以用它第一格和第三格 去調整一下深色的遮瑕 這幾年說真的少了很多人說它 但它其實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以前要去旅行的時候 我基本上每次出去都是帶它 但是它就真的比較容易溶的 它的持久度是差一點的 比起我今天介紹的所有遮瑕膏 它是會和你的妝容一起溶 會溶得七七八八的 說謂了 阿媽咪的那支遮瑕膏 它是會氧化的 所以大家選擇顏色的時候要小心點 都是去完檔檔試完顏色之後 隔一會再看看那隻顏色 在你手上有沒有氧化 在我身上它有氧化的 這個最最最大的敗筆就是持久度 但因為它帶到外面也很方便 而且本身裡面有一個應用 就算你出去補妝的時候也OK的 還有它有鏡子 它整個包裝是做得很好 但好像其他日系品牌也有出過類似的 但我就沒有用過 但這個我覺得是終極正的 其實如果有機會我都會回購的 好啦 今天就很快就介紹了 Top 5我自己最喜歡的遮瑕膏 如果大家也有其他遮瑕產品想介紹給我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其他觀眾 大家一起開心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就記得按讚好 還有follow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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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